大家好,欢迎回到周末去哪放 我是周末达人杰冰 下一堂的美妆课堂就要开始了 每届课室两小时,手把手指导你化妆 打扮漂亮的同时,让自己的人生充满热情跟正能量吧 快扫一下二维码资讯 时序才过了立冬 冬天的色彩已经暖暖的开始覆盖秋天的颜色 渐渐由橘色转换成亮晶晶与绿色相间的色调 或是白花花的一片 不过,先来看看本周有什么好的活动 让我带你们看一下这个周末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跟搜访漫游这个美好的周末吧 Let's go 本周的No.3就是圣诞怪节苏思博士 应该每个小朋友都认识他吧 儿童书籍的作者 改编自苏思博士的故事书 以历经22年的历史 圣诞怪节又再度上演了 This Time of Year Santa for Day 这些众所周知的圣诞节的歌曲 在利用广受欢迎的动画版的圣诞怪节改编之后 就成了年复一年的经典音乐剧了 也在宝宝park老环球剧场年度大喜之一哦 过去的几年中一直对自闭儿童还有家庭还有其他有特殊环境的家庭进行关怀和演出 真是让人揪心的感动 本周的No.2就是喜迎圣诞与点灯 当您正准备开始计划为假日开始购物的时候 不枉来Cosify Premium Outline与我们一起喜迎圣诞老人 并帮助他点亮两层楼高的圣诞树 顺便逛逛零售商店开始您的假日购物 包括各类的品牌有超过90家设计师和品牌直销店 在此有注点哦 当晚呢还有合唱团和舞蹈团将提供娱乐活动 交通便利是圣地亚哥首期一指的购物目的地 本周的No.1就是圣地亚哥拉面节 近期内圣地亚哥最新最炫最好滋味的美食活动 当属是圣地亚哥拉面节了 就在11月14号 搜放赞助的2019年圣地亚哥拉面节 将在市中心Broadway Pier隆重举行 是时候敞开你那颗热爱拉面的心咯 在这里呢你可以品尝到各种不同口味的拉面 现场还会有拉面大胃王比赛 当地艺术家以拉面为主题的艺术展哦 现场的live表演 拉面小摊饭和一个啤酒花园 赶快去抢票吧 记得输入Sofar 19 优惠20%哦 洛杉矶呈现报到德斯坎索花园 洛杉矶北边的德斯坎索花园 占地150英亩 是一个以山茶花出名的花园 这个花园除了每年3月举行的櫻花祭广为人之外 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年底推出的迷幻夜间森林了 在活动期间的夜晚 整个日式庭院充满着许多的灯光艺术 有像Star Wars光剑般的垂直光束区 也有像萤火丛似的闪烁灯光 还有像扶贫似的夜竹飘在池塘中 整个夜光森林不到大概是一英里左右 民众大多是花上一两个小时在里边驻逐详景 在赏景的过程可以在花园内附设的餐厅内购买热可可 咖啡还有啤酒以及其他的点心哦 本周电影推荐的就是即将在AMC La Jolla播放的韩文片《寄生丛》 韩国导演凤俊浩生涯巅峰新作《寄生丛》 好悲狂烧 周末的戏院不仅出现是场场爆满 网络上更是好评爆满 网友大赞凤岛的巅峰神作是今年最好看的电影 前面是笑开怀后面是吓到笑不出来 剧本强盗要跪着看哦 超精彩的观影体验不进戏院看绝对是后悔一辈子 结局呢是非常的冲动 好看到怀疑人生太强太好看 直接预约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哦 在网上疯狂的洗碗的现象 仍让尚未看片的观众们心急如焚想冲进电影院 就怕不小心被爆了哦 美好的时光特别快 又到时候说拜拜 搜放住小伙伴们生命充满探望欲喜乐 我是周末大人杰冰 记得美妆课堂开始咯 赶快报名吧 我们下周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